万安岛港边加油站的角落里充满着五颜六色的彩绘 景象很难让人不注意到 而这些有趣的画作正是加油站站长陈昭宏利用公务闲暇之余 为了添加站区及村里四周环境的活泼度无师自通 在征德的同意后拿起彩笔变化个不停 题材也是包罗万象且正在持续中 陈昭宏现任万安加油站站长是个道地的万安人 曾担任过他生长的西安村村长职务 提起彩绘一事陈昭宏说 他并未受过相关正规课程 仅凭着自身的兴趣以及增加社区活泼度的理念而做 最后背落头 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始在这里 我就是股联肥的 今年已经农年了 然后这里剩后也是一块 所以我们这一戴这 Rao头 你看看就正好 这样就农月贡人出 可以看到这 Lower name 这个像东 应该有鹦入吃嘛 这样是等多大的 同时在这条沿山里多少 年轻山里一通过来 上記谷状缩 睡到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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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胺子会上滑的 梁观荡人 梁一定会上人 要虚厚的跳出来一两个踪的那些 陈昭宏不仅在西安村口 以彩笔提上持续描述 十二生肖在村里所扮演之侠客英雄的角色 另在一旁又描写 《西游记》中八位主角的角色牵连 再将描述的一切画在村庄的角落 让村落不再过于单调 甚至还带了些热闹的氛围 记者 陈荣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